聽說你男朋友很帥 那他會唱O-N調嗎? 什麼? 不會 嘖 沒意思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我也不會 O-N調就殺小啦 I'm down啦 我只是想問問題 LikoLiko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? 你已經問了啊 那我可以問兩個問題嗎? 我不是已經問了嗎? 那我可以問四個問題嗎? 你已經問完啦 怎麼說? 現在 一直很好奇一件事 有設計師說過 髮廊洗頭兩次的乾淨程度 等於自己在家洗三次是真的嗎? 他怎麼會知道你在家裡面怎麼洗呢? 你的生意是跟你一起住嗎? 這問題很奇怪耶 你怎麼知道我在家怎麼洗? 可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會建議洗頭髮要洗兩次 因為洗頭髮第一遍是洗掉你頭髮上大概60%到70%的表面髒污 他會把你頭髮上的這些灰塵啊附著物先把它洗掉 洗第一次頭髮的時候 通常頭髮都會比較沒有泡泡 所以你要把它沖掉再洗一次 你比較能夠深層的去洗到你的頭皮或是你的髮濕這樣子 所以洗頭髮洗兩次是正確的 但有沒有像你在家洗三次我就不知道啊 請問一下設計師是不是喜歡頭髮很多的人 因為這樣比較好設計 屁啦 頭髮很多反而麻煩 其實還好頭髮多少都無所謂 因為我都可以把它搞定 我比較喜歡有新台幣的人 只要你使出新台幣的力量 頭髮多少都可以搞定 新台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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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只有比較年輕的人比較好做造型 笑屎 你把年紀大的人放在哪裡啊 我如果今天50歲的話 我也是經歷過20歲的風光好嗎 而且我跟你講 設計師永遠都不會去學習 50歲60歲的人要做什麼樣的髮型 因為50歲 你就是做30歲的髮型給他就對了 60歲你還是做30歲的髮型 不信你去問你媽 他今年50歲 他會不會想要做50歲的髮型 媽你也是對 你還會想要做哪一輩頭髮嗎 不會 因為我想要就是 依照我的臉型來做生機 謝謝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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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欸你好你好 我是那個街頭攝影師 然後我剛在街頭說 哇你好帥喔 你是那個頭髮很紅的攝影師對不對 嗯對 那我可以跟你拍幾照片嗎 不是 你有跟我預約嗎 我沒有欸 那我粉絲也沒有你 我可以幫你拍幾照片嗎 呃 那你會拍帥嗎 對 我會拍很帥 確定 兩百分那種 拍是什麼東西啊 這幹嘛 不要拍那麼長 你再給我3秒30 你給我3秒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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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安 欸 Ego 你怎麼直接看這樣 不行啊 上去年紀了 今天會我早晒是不是呢 他經過我20歲就不能這樣穿啊 所以比方還認真挺的客 不會啦 我延遲擔當耶 OK的啦 OK的OK 大家早安 我是EGO 小朋友 大家好 我是EGO 我是EGO 老師好 同學好 同學 來 我們現在來上課囉 EGOEGO 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已經問了 那我可以問兩個問題嗎